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来我们来看这里 我们要是 不要这 来看到这个 我要是量的到 那我怎麼去量測這個 S 這是正的偏離 我量這個距離叫做 X 繞射點到這個量線的距離 這叫X OK 這是大一點的 我要是量繞射點 這是在外頭 這是在Q這邊外頭 S小一點的 量這個繞射點到這個 S 的距離 OK 本來你在完全等於0的時候是這樣 這個繞射點在這個量線上面距離是0 所以我的Deviation Permit是0 然後呢 如果說我這個是在外頭 我的是在外頭 這個在Q這邊的外頭 這個是小10 那這一段的距離呢 基本上是量測 我偏離 Black Condition 的大小 OK 那這個是大10 我的繞射點到這個量點的距離 量測我Deviation Permit 的大小 那假設這個是 X 你用這個套這個公式 這個是穿透光 這個是繞射光 穿透光繞射光 這Kikuchi Ben 要是像棕色的 這個土色的 基本上它Deviation Permit 是0 要是我 Shift 要是我 Teal Shift 從棕色的這一對棕色的 變成這一對 藍色的電色的 從這裡變成到這裡 注意喔這個點喔 是在Kikuchi Ben 的裡面 它本來這個點喔 這個點繞射點 是在這個Kikuchi 9 亮線的上面 這是0 當我這個Ben從這裡頭 Shift到這裡頭之後 我這個距離 這個點到亮線的距離 這叫X 那這原來這個距離呢 這個穿透光到這個點的距離 就叫R 或者是說我這Kikuchi Ben 的寬度 叫做R Kikuchi Ben 的寬度 或者是我的穿透光到這點的距離叫R 我這個X 是從我的繞射點到亮線的距離 知道嗎 X除以R 它乘讓打 讓打是從我們的加速電壓來的 然後從G G平方 G平方其實 G平方的大小其實也是這個距離 G平方的大小就是 我平面間距的導數 知道嗎 平面間距導數的平方 這是平面間距導數的平方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量測的距離 你量測 你用尺去量的 這個X跟R都是用尺去量的 這個是平面間距的導數 來 我們來看 這是R 這是距離 這是距離 這兩個距離 單位消掉 這個是距離 讓打是距離 是長度 G呢 是長度的導數平方 一消掉以後變成是 導數 長度 分之一 OK 長度的導數 就是這個 這是長度的導數 這單位長度的導數 S 所以S 這是S的公式 這是S的公式 這是你量測的 從穿透光到量線的距離 這個是Kikuchi-band的寬度 量測的 量測的 浪打波長 然後就是平面間距的導數 因為這個是我的G 這是我的G 這是一組平面 導數 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它在 它在這個band的裡面 這個點 它本來在這裡 它本來在這個地方 它shift的band到這裡 這個點在Kikuchi-band的裡面 所以這個是大於0 真的偏離 大概是這樣算 好 這個是我們下一張要講的 下一張要講的 叫高分辨原子影像 高分辨原子影像 我們的條件 高分辨原子影像 我們的條件是 我的電子數 一定要沿著我的平面下來 那我可能有很多個平面 互相交錯在一起 就像 就像 我們前面的一樣 我們的 電子數呢 可能會從 這個地方下來 可能就是從這個頸軸 就是從 這個方向 比如說彎彎彎 我電子數 可能會從 沿著這個點下來 那這個點下來 這個band 真正的原子 平面的位置 在這個band的中間 這個band 這個band是代表一組平面 它真正的原子平面 在這個中間 這個代表一組平面 這個band的平面 代表在這個中間 要是我的電子數 沿著這個 rong axis下來的時候 基本上 所有平面的入射角 全部是0度 知道我意思嗎 全部是負的偏離 black condition 全部是負的偏離 black condition 所以呢 這是我們拍原子影像的條件 我所有的 所有的電子 電子呢 我下來的時候 是對所有的平面 我的入射角是 都是0度 都是0度的意思呢 表示 我這些點 倒金隔點 全部在Ivers球的外頭 ok 但是因為我這個是一個平面 這是我的倒金隔空間平面 這是水平的 但是因為我的 我們的Ivers球是有曲線的 所以 所有的點 其實都在Ivers球外頭 所以 我在high的族群 在原子分辨力影像的時候 它全部是什麼 它全部 deviation parameter 所有的 全部是負的偏離black condition 你們要知道這一點 ok 因為它在晶軸下來 只不過 你會看到那些倒車點是因為 我這個每一個點都是什麼 都是拉長的 ok 都是拉長的 但是它全部是負的 它全部是負的 它全部是小於0的 好 這個大概就是 總結啦 總結 這個是S等於0 這個是暗的線 deficit 9 xs9 deficit 9 xs9 這是S大於0 這是 S 這也是S大於0 注意喔 它在Kikuchi band的Y裡面 只不過這是什麼 這是因為它是負G 這個點 它其實也在Kikuchi band的裡面 它這個也是大於0 只不過它是一個負G 一個是正G ok 它是一個負G 一個正G 好 通常我們成像不太喜歡用負G 不太喜歡用負G 因為負G呢 很暗 負G吸收比較強 電子數吸收比較強 只不過在原子分辨率影像 你無從選擇 因為所有的平面通常都會什麼 負的偏離 所以 在原子影像的時候 那個成像的時候 通常是很暗 非常暗 ok 曝光的時間 我覺得要非常暗 ok 所以樣品要做得很薄 你做得太厚的話很暗的 因為它在裡頭呢 其實 它會第一個 它會在原子和 你電子數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晶體 電子數會形成一組的 兩組的鑄波 鑄波 ok 第一組鑄波呢 它會集中在原子核附近 它波大部分會出現在原子核 在原子的附近 另外一組鑄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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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在原子和原子中間 那因為在這個地方呢 它要是我的波 出現在這個原子呢 的附近 機率比較多的時候 它會跟它發生非彈性散射 會丟掉很多的電子 所以它吸收比較強 ok 那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S小於0的 這個寫錯了 S小於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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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比較dominant S小於0的 這個會比較dominant 改一下 改一下 S小於0的 這個會比較dominant 這種波占的比例會比較多 這個會比較少 ok S大於0的 波大部分都是 這個 這個 所以 通常S小於0的 通常你發生 灰彈性散射的 這個 這個機率會比 這個大 會比 所以你通常拍 冥場相 暗場相 你S小於0的 或S大於0 它的亮度不太一樣 這個比較暗 你平均來講 冥場相 這個都比較暗 ok 所以高分辨電子顯微鏡 我們下一章要講的 原子分辨力 電子顯微鏡 因為我的電子 全部是沿金軸過來的 所以我所有的繞色平面 全部是什麼 入色角全部是0 我所有的 所有的excitation 全部是S小於0的 很不幸的 就是這種case 就是channeling 它大部分的波都是什麼 集中在原子核附近 ok 拍原子影像 我的波就是像這種channeling 就是這一種 這叫1s state的波 這個比較深 就沒有跟你們講 這很多的物理 跟固態物理 跟量子力學有關 就沒有跟你們講 但是大部分的波是這種 拍原子分辨的影像 大部分的電子 通通集中在原子附近 原子附近 ok 所以很暗的 通常你拍hydel's流行影像 通常很暗 所以為什麼你們的樣品不能太厚 太厚的話更暗 ok 太厚的話會更暗 吸收更多 所以樣品要很薄 是這樣 所以我們拍明場像 暗場像 我有辦法控制 因為這一種 這一種和這一種 基本上我有辦法控制 我大部分都是用s大一零 拍明場像 暗場像 沒有人再用s小一零 知道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們拍原子分辨力影像 一定都是這樣 一定都是 就是把繞射點 把kikuchi naya kikuchi pattern 稍微勤轉一點點 使得怎麼樣 使得我這個繞射點 離開這個一點點 不要讓它在上面 因為有些地方 你完完全全的exact等於零 你其他地方可能會 有些地方可能會小於零 你知道嗎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把它偏離一點點 這是腹肌 讓我們的繞射點 微微的怎麼樣 不要離開這個亮線太遠 但是在亮線的裡面 ok 然後再怎麼樣 你在用光圈圈這一點 做明場像 或者用光圈圈這一點 做什麼 做暗場像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一定要去set up 變成s大一零 然後再來做明場像 暗場像 ok 那怎麼判斷s大一零 跟小一零 我今天跟你們說的 你就看QQPATON 跟這個點子相對位置 好不好 它一定要在裡面 但是也不能在裡面太多 一點點 好不好 在裡面 偏裡面一點點 微微大於零 你的亮度會很夠 你的曝光時間會比較小 你拍出來的影像會怎麼樣 襯度對比會比較好 好嗎 它比那個 比那個負的要好 ok 這個是一般 跟你們談一下 怎麼去setup 明場像 暗場像 跟弱光束 你們看到弱光束 弱光束 弱光束 這個 這叫暗場像 這兩張同樣的地方 同樣的地方 同樣的地方 這給你們看過 這是一個插牌的網路 這是一個low angle的twist boundary 這插牌的網路 你可以看出來這裡頭 某一摩模糊糊糊糊的 這裡頭你根本看不見 因為我們的插牌的 應變場太長了 它這個整個互相作用太長了 這個 這個是 弱光束 這個是標準的 Duck-feel 2-bin 我们怎么去把它setup成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得很细 这边很细节的东西 你看这边全部是叠在一起的 这边你看完全你看不清楚 你看这个看得很清楚 很多disrogation很密的地方你看不清楚 那我们怎么去setup我们的2-bin 来我请你们那个谁帮我把这个塔抬起来 我们到这里来 你看这个地方 我来看一下 这请转请转请转 好我们 这是我们请转所谓叫做2-bin 2-bin的条件 2-bin的条件并有时候并不是 在电子绕色里头并没有办法完全完全全2-bin 并没有办法完全全2-bin 那这个2-bin呢 你们看这里头我有两点很强 但是旁边这个在系统上 很难完全消掉在电子绕色里头 很难完全消掉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real rod很长 我样品很薄 real rod很长 所以我这里setup两个很强的光束 一个叫穿透光 一个叫绕色光 这两点很强 这叫2-bin condition 但是在电子绕色里头 again不是真正没法得到完完全全标准的 只有两个光束 其他这些弱点会出来是因为我Eversphere太平了 第二个因为我的deflection 我的recipe quality太长了 知道为什么吗 人际太长了 所以我只能有系统的变成一排 但是这一排里头怎么样 有两点非常非常的亮 知道为什么吗 这里头刚好是我有一个Q-C-Pain 其实是会通过这两个的 知道吗 我有Q-C-Pain 会通过这两个的 所以让你们知道 这个是 这个叫做 等一下我把这个弄下来 它两点很亮 这一点很亮 这点是穿透光 这点是很强很强的那个绕色光 好 跑掉了 跑掉了 好 没关系 这个 好 这个我们已经很满意了 来 这个是穿透光 这是导色光 这个叫0 这个叫G OK 这一点叫什么 这点叫2G 对不对 這點叫3G 這點叫4G 這點叫負G 這點叫負2G 這點叫什麼 這叫負3G 所以 systematically 其實它會一排 但是其中兩點很亮 兩點很亮呢 其實會有一條暗線 應該是一條暗線 在這裡 這條叫XS9 XS E X E S S XS9 這條叫difici 9 difici 9 兩線 這條 這個的寬度 跟這個寬度是一樣的 叫G OK 那在樣品呢 很乾淨的時候呢 你基本上你會看到 會看到這裡頭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條線 這叫G 這寬度是G 這寬度叫2G 這是2G 你們相信不相信我待會給你們看 因為這個寬度跟2G是同樣的長 這個寬度是2G 這寬度是2G 這3G 這兩線 這叫2G 這叫3G 這寬度叫3G 你們要是有一個G 你們要是有一個G 它一定有2G 3G 你們不相信我拿那個 QFG pattern給你 這個QFG pattern 他們比較不清楚 給你們看QFG pattern QFG pattern 你會有2G 其實你有G就會有2G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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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等一下喔 我看看 這裡 這個 你看這一組 你看這一組就很清楚 你看這一組喔 這個叫G 這個叫G 這邊叫2G 這個叫3G 看到嗎 來這邊 這個大黑變這個 這叫G 因為這個在中間 它這個完全黑的 這個看不見 這穿透光 你看這個全黑的看到沒有 吸收 這個band在中間 通過中間全黑的看到沒有 它全部吸收掉了 因為我真正的原子平面在這裡 看到沒有 這個是S小一點 這個是標準S小一點 好 這個 這個G 2G在這裡 2G在這裡 看喔 這個 2G在這裡 這裡有一條黑的 相對這裡有一個白的 3G在哪裡 這個 3G在哪裡 3G在哪裡 這裡有一條黑的 3G在哪裡 這個 有一個 我們在哪裡 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 那一個 這一個 這個 4G 這個 這個 這一個 這個 這4G就比較不明顯 看到沒有 這裡一段 這叫4G 所以不要以為只有1G而已 它有2G 3G 4G 好不好 它這個都有了 那你的樣品做得很漂亮 這個很清楚了 這個很清楚了 來 所以我簡化 我把它簡化 在這張圖 你看一條G 2G 3G 4G 你看這裡都有 1G 2G 3G 4G 這裡有一條線 很淡 那我看這裡有沒有 1G 2G 這個就足夠了 其實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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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G